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 妄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又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妄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这件设计的留言 今节谈谈欧洲火药和巴尔干半岛 在伊维亚这个国家又是有事情发生 他和他们自治省科索欲 现在看来可能会跟这层 可能有新版的欧欧战争 其实这个新版欧欧战争我不太同意 不过这个也是欧洲媒体说的 为什么呢?因为 塞尔维亚是拥有科索欲的主权 不过西方说没有了 直到今时今刻为止 科索欲还不是一个全世界供应的独立国家 巴尔干半岛科索欲自从 2008年自称独立以来 居住在他们北部的塞族人 和这个阿尔巴尼亚族 主导的中央政府一直是不对的 上个星期 一场修道院的 攻坚行动 导致塞尔维亚当局和科索当局 是紧张关系 看来今次就 好似闹大得挺厉害的 之后美国就说 塞尔维亚 因为美国就说 塞尔维亚的大军已经是压境了 其实说真的我觉得 塞尔维亚这个总统武契奇 非常君子 被你们西方欺负了这么久 你们说明是要 他让出科索欲 他们答应过 不会对科索欲 出兵 就是好像 完全出兵 其实他是有能力的 但他没有 他到此时此刻都是大军压境 当然这个是美国说的 这个是美国说的 美国就说他们 是重兵准备进驻科索欲 因为已经在边境了 北大西洋关系组织 北弱 同日就宣布增强在科索欲的维和部队 科索欲是前南斯拉夫 联盟的一部分 在南斯拉夫解体后 就成为了塞尔维亚的自治省 但是科索欲 是以阿尔巴尼亚族人为主要 阿尔巴尼亚族人就是信某宗教 极力是争取独立 而事任塞尔维亚总统米洛射维奇 亦是鼓吹大塞尔维亚主义 强行地不让科索欲独立 之后北弱和美国就介入 科索欲 这个台湾是衰假的 科索欲独立到现在 你记住是你们承认的 是你们承认的 中国和俄罗斯没有承认的 那么塞尔维亚 依然 说科索欲是他们领土的部分 而且不会让 赛族人就是聚居在科索欲 北部地区 其实科索欲中央政府 一直跟他们有牙齿印 2022年 科索欲 因为协议到期 就要求塞族人 将塞尔维亚时代 在发放的车牌 换成科索欲车牌 结果是引发塞族人的巨大反弹 当地塞族公职人员也辞职表达不满 这个事件也影响了 今年4月份的地方选举 在塞族人杯葛之下 塞族占大多数的科索欲北部 4个城市投票 只有4% 双位数也没有 而且都是阿尔巴尼亚族裔人当选 因为没有科索欲人投票 所以要杯葛你 他们在5月份 科索欲军警 护卫之下就任 又令到塞族和科索欲政府 科索欲当局 是冲突升温造成30名北约的维和部队成员受伤 对于5月份冲突 中国批评科索欲没有尊重塞尔维亚的主权 强调支持塞尔维亚维持主权和领土完整 俄罗斯也说科索欲的赛族想以和平和非武装方式 捍卫自身的合法权利和自由 要求西方阵营停止散播错误的政治宣传 和指责绝望的科索欲赛族人 当然了 这两个国家在西方看来是敌人 所以说的是错的 他们觉得错 其实中国说的是没错的 俄罗斯说的 我觉得也有瑕疵 因为赛族人也有动手 赛族人也有动手 所以说和平是不能说得上的 当然了台媒说 最坏的中国 和俄罗斯 因为他们力挺 一开口竟然不是先骂俄罗斯 一开口就骂了中国 搞错 因为中国和塞尔维亚是好朋友 当然了 因为台北 当然是对着大陆政府 当然是台湾中国部分 最近 加剧的事件就是 9月24号发生在 班尼克斯修道院 的攻坚事件 因为大概30名持有 这个家餐的赛族人 就把自己关在修道院里面 这件事造成一名科索欲 阿尔巴尼亚族的警察 和30名赛族的 这些人士是离世的 科索欲警方最终拉了8个人 其中4个人27号是获释的 科索欲人士官方就说 离世的赛族出家手之一 米洛舍维棋 米洛舍维棋 不是米洛舍维棋 米洛舍维棋 米洛舍维棋 是2013年时 赛族 政务委员 姆林 名叫姆林 就到 房塞尔维亚时的 随护 姆林当时 负责科索事部 2012年 出任 塞尔维亚安全 情报局 安全情报处的处长 这位 塞族的人士 在塞尔维亚就当他国家英雄 另外 科索欲当局 亦都说塞尔维亚涉及这件事件 并且向西媒讲 俄罗斯 认你呀 有 其实你这件事是很差的 一句他知道西方与俄罗斯关系不好 俄罗斯疑似 记住疑似 疑似通过塞尔维亚 是渗透参入其中的 塞尔维亚总统 没有继续否认 当然西方的阵营亦都担心 俄罗斯 藉着由塞尔维亚令到 巴尔干半岛 即是欧洲科学统的局势动荡 令到大家 尤其是欧盟 是 因为始终塞尔维亚都是欧盟候选国 科索欲亦都想加入欧盟 但当然他现在不是国家 想着转而视线 科索欲赛族政党赛族名单 他们的副党魁 多伊契奇 昨天就说 自己组织 24号对抗科索政府的 捍卫行动 并且说阿尔巴尼亚族 警察 离世是个意外 强调 塞尔维亚政府或者 当地塞尔维亚政治团体 没有参与其中 但是没有说 动手的人 他们为什么会到 跟班尼克斯 以及如何拿到这些价层 没有契期更加 塞尔维亚总统就说 其实 我们看到 现在 相关的问题 会叫相关人士去国会回答 另外美国国安会发言 John Kirby 昨天也说 注意到大批塞尔维亚 军队在科索边境集结 其实科索是很弱的 不过他经常都是胡假虎威 你看他是这样 并且敦促塞尔维亚 撤离 军队 降低紧张 Kirby就说 塞尔维亚军队集结前所未见 另外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跟科索的 领导人 富二帝 通过 电话是讨论局势 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你不要以为他又不跟 蔡尔维亚谈 他也谈 而且他还是找布阳林肯亲自跟姆契琪谈 就是蔡尔维亚总统谈 要求立即缓和局势加剧 科索屋公民平台 的这个 董事 叫做艾米尼 其实这次应该是避不过 可能就是尼获金 冲突是无可避免 他就告诉 西方媒体听 美国的反应和 对俄罗斯出兵乌克兰 前的警告相似 意味着无可避免 我觉得是错的 因为是你们承认了科索屋独立 他就说 在塞尔维亚目的之一 就可能是 迫使科索屋警察和 北约住科索屋维和部队撤离 科索屋北部 以及在一些热点地区 进一步削弱科索屋独立性和主权 他有主权的吗 他有主权的吗 当然西方就说他有 这些都是 另外 英国国防部也说 会移交一支营 提供给这个维和部队 去支援 富尔帝就欢迎北约的决定 也说我们需要北约 因为跟塞尔维亚的边境很长 当然其实不是边境 这个科索是塞尔维亚部份 而塞尔维亚军队近期不断加强他们的能力 顶你 你好说不说 他就拘捕中国和俄罗斯 因为他知道西方恨他们 其实这个人也很懂得挑衅 这个科索屋当局的一头 他们有很多机器 都来自中国和俄罗斯 不过这样 塞尔维亚真的有帮中国买东西 有买飞机 这是现实 2022年4月 中国就是交付塞尔维亚 采购的红旗22形 地对空导弹系统 次级版 FK-3 另外 这个 巴尔干半岛的媒体 也刊登了美国 国务院前高级顾问 叫David Phillips 的文章 就提到 原来是 塞尔维亚最大靠山的俄罗斯的影响力 现在在水退 取而代之的中国 怪不得 这个科索屋首先是说中国 因为他们觉得 这个俄罗斯实力开始退潮 所以 觉得中国会踩一脚踩 你们觉得而已 最搞笑的是 为什么 因为塞尔维亚经常跟中国有 合作 他们连新冠疫苗都用科兴 不是吧 你也说 你也好笑 喂 这样你也可以说是中国干涉 什么什么是做他们的靠山为这个合作 哈哈哈 他们就说 最坏 是这个 欧美的坏政政策 中国 他们就说中国和平崛起是个迷思 这位阿哥他就说 俄罗斯仍然是威胁 中国的威胁 这个才是迷思 是啊 其实 你有什么证据说他有帮塞尔维亚军队 他真的有卖军给塞尔维亚 这个也是现实 交易而已 对了 这个 David Phillips 他就说 俄罗斯仍然在威胁 但中国 现在成为更大的威胁 并且说 就是这样 但是 西方盟友是不会跟俄罗斯直接冲突的 和中国也不会 启动跨部门战略计划小组 观察中国和俄罗斯的活动 制定 政策和安全回应 科索欲 应该跟理念相近和价值相同的 又是说这些 你听他说 这些就是他们典型西方那些 那些人的思维 就是 和农近国家加强合作 搜集情报 这位阿哥也说 美国通过训练 以及提供军备 令科索欲 达到北弱的标准 但是 他有没有这样的银 2%的GDP 但是也要考虑和科索欲建立 是防卫合作的路线图 但是你不要忘记 其实美国和 塞尔维亚关系也不是很差 内容在与波罗的海国家的相似 但是你北弱 能捧多少个先 我想问问你 你已经要付出这么大的负存 军备负存 给乌克兰 还能够搞个科索欲? 乌克兰肯定是优先了 其他那些 虽然口头上说会支持你 但是 实质上给你多少 不会比乌克兰 科索欲值得先 这个战略定位是否值得 他口肯定是值得的 很关注 他说到重大 要 定立类似和南韩的防卫 跳跃 有没有可能 南韩有很多美军的 这个我觉得更加不可能 保护科索欲免受外部的威胁 他也说北弱是个关键 应该在2028年前 令科索欲加入的人 你又说到这么大了 另外关注 东南欧的政治学者 就叫做 梅亚诺 他说科索欲和 塞尔维亚中央政府之间有这样的发展 是因为美国和欧盟2020年 开始极力想把塞尔维亚 拉拢 希望它 可以 不让俄罗斯影响 将塞尔维亚利益 将塞尔维亚利益 置于 他们所有 轮角之上的后果 轮角是指科索欲 但再说一次 科索欲是塞尔维亚领土部份 并且 欧美对塞尔维亚的 修正政策 觉得你为什么不强硬一点 但你不要忘记在巴尔维亚地区 塞尔维亚是一个大国 那就是说 不单只是害了科索欲 还是影响塞族人口占一定比例的其他轮角 但是你这么说的话 塞尔维亚 是搞搞阵 但是暂时来说塞尔维亚 我觉得她经常被人欺负 那塞尔维亚 当然 当然 都是常被西方劝 最搞笑 这个学者说美国和欧盟一起制裁塞尔维亚 冻结塞尔维亚入欧盟的程序 其实现在都差不多冻结了 直到塞尔维亚 发展 这个缓和局势加剧的 认真承诺才让她入 以及 确实接受科索欲已经独立国家的事实才行 你真是逼人家 她宁愿不入她也不会放弃领土 没有一个塞尔维亚总统敢这么做 她也说 还未承认科索欲 你记住欧盟内部也有五个国家不承认科索欲是独立国家 她就说 应该是斥责他们 因为他们在欧洲 还勉强能够应付时 加大了安全问题 我跟你说 如果 你惹了塞尔维亚 可能你更麻烦 如你所说 如果她真是全面倾向俄罗斯 她开了割警给俄罗斯这些兵进去 或者住手 或者找俄罗斯兵 包围你科索欲 你帮她如死网破 其实这个塞尔维亚总统也算是顺手承诺 你就试试可不可以 好 今集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